歡迎收看小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在這一集呢我們要介紹連立方程式的這個 應用 在介紹 會介紹應用問題然後在這個之前我們要了解到連立方程式可以如何 被使用 我們有說了說明了連立方程式就是 漢 那這個漢的形式會帶來許多的 變化 比如說像這一題 3x加2y是36而且 4x加5y也是36 那這一條式子你要如何解呢代入校具法的話比如說你把它除 除3除2除4或除5或者是通分 這個乘3這個乘4這個乘3這個乘5這個乘2 好像有點麻煩 那我們這個上一集有介紹到怎麼樣 5桌1嘛 這個4這個3所以係數差1所以你可以用這一次減這一次你就會得到 這個 x會等於3y x加3y會等於0 x加3y會等於0 這樣子對不對 x等於-3y 對啊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去代入球界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或者是怎麼樣呢 尤其當我們發現 他的常數是相同的 或者他的常數是剛好一個倍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乾脆把常數消去 我們前面的練習都是在消去位置數對不對 如果常數被消去了會怎麼樣 如果常數被消去的話呢 做做看啊 我要消去常數最簡單的 就是直接對減 像這樣子就消去對不對 如果常數消去了的話你就會得到x是幾y這件事情 那就會很容易代入 或者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想 以這個 現實的立體來 想 我剛才描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說 3x加2y是36 4x加5y也是36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這麼想 3x加2y 我剛說消去 他的意思就是說把他代掉 所以把這個36換成是 4x加5y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在做這個方程式求解的時候你也可以用這種角度想 我把 常數的部分加減之後帶過去 帶過來這邊 我就會得到這個 這個 x等於-3y 這樣就可以求解 尤其在這個應用問題上面我們常常會看到這個問題 之後會舉例 來看一下這個第2集的作業裡面有這麼一題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的話 21x加4y是65 4x加21y也是65 所以這題怎麼樣 其實4x加21y就是21x加4y 然後你就會發現呢 比如說這個 過去也過去 這個 17 17 17y是17x 其實x就是y 對不對 如果你按照我們上次去 算 就是說 我們有說明到這兩個可以相加嘛 這兩個可以相加的話呢 你會得到25x加25y等於 100 130 那x加y是 5分之 5分之26 這樣子 那再來去算 我們變成是用這個方式算 但是如果你有捕捉到其實這裡65跟65一樣的話 那 這樣子的話呢 你把65這邊消掉你反而會抓到x等於y 這樣子會 快很多 因為x等於y的話這邊其實就是25x也就是25y 都是65 所以其實x跟y都是65 25分之65 這樣就解完了 那就是提 提醒說我們在求解這個 連立方程式的時候 還是那一句話 就是不拘泥於 我到底是用加減消去法還是代入消去法 我的目標就是消去就是把解求出來我看怎麼樣快就做 我如果可以把他係數合起來 然後去除25 係數是1跟1 這樣也很好做 也不錯 我如果可以找到 像剛剛這樣 找到一個係數是1 1向過去代入求解 也很快也不錯 我如果可以做到把常數消掉 得到x是幾倍的y 再代入 這樣子也很快 也不錯 那 自己多做幾次 自己去 找這個方法來做 不一定要怎麼做都可以 好我們剛才說呢 連立的姿勢要活用 所以呢把這題抄在你的本質上 2倍x加y等於3x加6等於2x-y加2 你在這裡看到了一個 三個等式有沒有 這一次等於這一次等於這一次 好那其實這個我們在上學期有介紹過了 這樣子的式子其實是 一個連 其實是兩條 這一條跟這一條 你也可以抓這個 2x加y 等於這一個 也可以 好那 這裡總共有三條 但是這三條其中一條是用另外兩條可以推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只具有兩條方程式的效用 它可以解除兩個位置數 那像這個題目我們就把它寫成 2括號x加y等於 3x加6 還有一個是 3x加6 等於 2分之x-y加2 所以它等於是在解這個連立方程式 這樣有懂嗎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應用的過程 如果我說三個東西 他們 A等於B等於C 那這樣子呢 它其實是一個連立 就是A等於B B又等於C 那你也可以把A等於C放進來 取代掉其中一條 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是2x加2y是3x加6 所以一項 -x加2y等於6 然後這個是 這個也 一項 等號兩邊同減它 3x-2分之x是 2分之5x 那在這裡-y又 減過去 所以是 加2分之1y 等於 -4 這個求連立 這樣可以嗎 那麼要我怎麼求呢 把這個 x搬過來 6減過去 所以其實x是2y-6 可以嗎第一次換成這個 所以 2分之5 倍的2y-6 加 2分之1y 等於4 求解 就可以 這樣可以嗎 再來看下面這個式子 那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立體 只是要讓你們知道說一個 A等於B等於C的式子可以寫成連立 在下面這個立體我們要來知道說有的時候你不知道的東西會有三個 這個自己不是硬錯 他真的就是Z 對 有的時候你不知道東西會有三個那你不知道東西有三個的時候呢 你要有三條方程式這樣也還是可以解這麼解 其他解的方式就跟我們在解二元一次方程式代入消去加點消去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這次要操作的東西多一個 我們來解這題看看這題很簡單 X加Y是3x加Z是5 所以怎麼樣 他減他 第1次第2次第3次 第2次減第1次減出來你會得到 Z減Y等於2 Z等於Y加2 代入 所以代入第3次 你會得到 你會得到 Y加Y加2 6 Y等於2 Y等於2 Z又是Y加2 Z是4 Z是4的話 Y加X加Z是5 XX是1 這樣就解出來了 可以嗎 所以就算是有三條式子 其實也不用太 就是覺得說超出範圍都沒教過 其實就是加減消去法跟代入消去法 這樣可以嗎 再來練習一下 我們有兩個簡單的應用問題 大家來練習習習習習看 賈身上的零用錢的三分之一是以得兩倍 如果賈給以100賈的錢會是 賈身上的錢三分之一是以得四倍 如果賈給以100賈的錢是以得兩倍 求兩人各多少 學生分帳篷七人住一頂有三人沒得住 八人住一頂剛好有一頂空出來 求學生是幾人 在學生寫題目的時候我們來閒聊一下 有一些這個 知識是很值得補充給學生的 就 即便是國中生 他也應該要知道一些簡單的法律常識 就是 法律常識 有機會的話我都會跟學生聊一聊 尤其是簡單的法律知識 因為他們現在不學之後也不見得有機會學到 但是 他們就是會碰到 那可能有的人會對一些法律有所誤解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 我們都有聽說這個 實驚不昧 如果你今天撿到了 熊老師 那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曾經把熊老師用1200塊來賣 來定價 那這個 你撿到熊老師的話 你 什麼是實驚不昧呢 就是你把 熊老師或者你把1200塊 拿去警察局 然後 在警察那邊做失誤招領 那之後我看到我就去領 就說 這隻熊老師是我的 那警察局就說 熊老師一隻價值1200塊 所以 實驚不昧的那個人 他有權利要求 30%的這個 答謝 就是你可以跟我要360 那 這個是法律保障的 就是我真的得給你360 因為這個是法律規定 如果你要 我就要 我就會給 那但是這個就衍生出一些問題 因為有的時候 撿到錢 那那個錢本身對當事人來說是 已經有用途 也就是說我不是 平白無故 掉這個 比如說1000塊好了 我不是沒事有1000塊多在那裡掉了然後被你撿到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就是 在那個大學系 大學的那個系館裡面 有一個學姐撿到學妹的學費 他撿到了之後他就拿去那個系辦 然後就說實驚不昧要招領 然後那個 學妹就去領回他的學費的時候 學姐就跟他說 依照法律規定你要給我三成 那這個 學妹呢他就 怎麼辦 我這個錢我本來就要繳掉了 那我哪裡伸出 三成給你 學費比如說1萬塊 那他就要損失3000塊 問題是他本來就沒有錢 他這1萬塊他是要繳掉的 所以他本來就沒有錢的情況下 他去哪裡拿這3000塊來給你 那而且三成其實不少 尤其數字大的話 所以這個會引發一些爭議 那到底實驚不昧這件事情要 怎麼判斷呢 是不是這個例子符合實驚不昧呢 其實大家要分清楚一個 觀念 謝謝熊老師 這個 實驚不昧這件事情 很容易跟另外一個觀念搞混 什麼觀念呢 就是侵占 就是我的東西你把它拿走 就是你侵占我的東西 那我的東西你不把它拿走的話 這是應該的 所以難道我還要謝謝你嗎 不用啊 因為那本來就是我的東西啊 所謂實驚不昧他有一個 關鍵的這個 要件 就是你撿到的那個東西 必須是無主物 你要完全看不出祂的主人是誰 你要完全看不出祂的主人是誰 你也不 你也不知道祂的主人會是誰 然後你也從物件上面看不出祂的主人是誰 而且 你可以 假如說你今天不把它交出來 總而言之別人就會覺得這個是你的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就是一個無主物 你都不會知道主人是誰的時候 你才能夠把它當無主物 無主物撿到了 理論上是你的 這個時候你卻不站為己有 你把它拿去警察局 一定要拿到這個 有具有公信力的機關 你把它拿去警察局 登記在案 那你就會構成這個實機不昧的條件 比如說你在路上撿到一萬塊 那個 台灣有一句話講那個 抓頭無名 抓背無名 就是一萬塊的 紙張上面又沒有寫你的名字 不只一張 一萬塊有十張 一萬塊上面又沒有寫你的名字 那我怎麼知道這是你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撿到一萬塊 就收進口袋裡 也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呢 這樣不好 你要把它拿去警察局 那你把它拿去警察局的時候 為了感激你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每個人 撿到東西都不拿出來 那這樣子這個 這個世界上就會有很多可憐人 他掉了錢他撿 拿不回來 所以為了鼓勵大家 實驚不昧 為了感激實驚不昧的人 法律特別保障了他拿三成 不只是一種道德上的感謝 還包括為了要 提升這個 社會時機不昧的比例 作為一種誘因 那這樣子你可以領到三成 可是 如果你有辦法判斷 這個物品的主人是誰的話 你不交出來 你就請贊 你交出來呢 只是剛剛好而已 你就不見得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 去要這個三成 比如說又有另外一個例子很有名 就是 有一個小弟弟 他那個 媽媽停車 然後要小弟弟去7-6買東西 買了就回來 那個小弟弟在付帳的時候 他的50塊掉在地上 結果他沒有發現 後面有一個男的 他就看到那個50塊掉在地上 他就撿起來 撿起來就不講話 然後小弟弟結完帳他也結完帳 就離開了 那離開了之後呢 這個 後來小弟弟回去 媽媽發現50塊不見了 他就怪了小弟弟說 你怎麼弄丟50塊 小弟弟就說沒有啊 然後媽媽就覺得說是不是店員欺負小孩子 所以就是故意找錯錢之類的 就去找店員理論 那後來就掉這個監視器才發現說 50塊是被人家撿走的 那50塊被人家撿走 後來去找到那個男的 其實這個男的就構成了侵占 為什麼 因為他在撿的時候 他就知道這個東西的主人是誰 結果他不還他 那 所以這樣子就不算是 無主物實的 他不是撿到無主物 他是撿了 他明明知道是誰的東西 所以這樣是一種侵占 那如果是侵占的話 反過來 當初如果他還那個小弟弟 他把50塊還給他 他可不可以說 我要三成的報酬 50塊的三成 16塊 他要16塊 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你本來就該還他 所以 時經不昧的前提是 無主物才有時經不昧 你要能夠無法判斷 這個東西的主人是誰 像剛才舉的那個 學費的例子 如果其實這個學姐很清楚 這是某人的學費 甚至他很清楚 這就是誰的學費的話 那這個東西對他來說 就不是無主物 那個要按 按照事情的這個 細節 可能在法律上 看法官怎麼認定 如果 法官認為這個學姐應該知道 這個東西可能是誰的 他就不會認為他有 事情不昧 因為你不還事情 你本來就該還 如果法官認為 這個學姐沒有辦法判斷這筆錢是誰的的話 那 他可能就算 時間不昧 依照這個 學姐他撿到錢拿去交給戲管的這個邏輯 他 這個案件有所在 這個 冰原地帶 因為他知道要交給戲管 他知道這個是西上某個人的 那 他也很有可能能夠判斷 是學費或什麼的 他也有可能會聽說是誰的 所以呢這個說明一下 一些簡單的法律概念 那有機會我們再聊別的 回來看這兩題應用題 甲身上的零用錢的三分之一是以的四倍 那所以 而甲如果給以100塊折價的錢是以的兩倍 那我們剛剛有說了 連例就是一種且的概念 甲身上的零用錢的三分之一是以的四倍 社 因為我自己不常設位置數 我都寫中文 其實中文也可以當位置數啦 而且這樣比較直覺思考 我會鼓勵這個 家長跟老師讓學生常常用 中文符號當位置數就好 那不過 都OK 如果夾給以100塊 以夾的錢是以的兩倍 夾給以100塊在這裡要注意 當夾給以100塊的時候 其實以就多了100塊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夾的錢是以的兩倍 似有為比 都是等號 這兩個條件要同時發生 所以連例求解 上面這一條我們可以得到 X其實是12Y X是12Y 所以12Y等於 Sorry 這個是Y 所以12Y 是 2Y 加100 2Y加200 再加100 加300 所以 Y等於 10分之 300 30 Y是30 X是360 可以嗎 寫大 那我就不寫 看下面這一題 學生分帳筒 七人柱一頂有三人沒得住 八人柱一頂剛好一頂空出來了 那這個我們在一人一次那邊練習過 分配的問題 分配就是 除法 除法 我們原本是寫這個 被除數除傷得 除除數得傷 於 於數 那我們現在要寫什麼 被除數 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被除數等於除數乘以傷加於 誰是被除數 學生分帳篷 看起來好像是帳篷被分對不對 其實是一個帳篷有很多學生還是一個學生很多帳篷 應該是一個帳篷裡有很多學生嗎 所以學生分帳篷其實是帳篷在分學生 是 學生是被除數 所以學生 這個社學生 我真的很喜歡習慣寫中文 因為還要寫色 社學生X人 這個帳篷 Y個 那麼 X等於 學生分帳篷7人住1頂 所以學生人數應該是帳篷的7倍 但是會又多3個 8人住1頂剛好有1頂空出來 剛好有1頂空出來 Y-1 這個也是Y 看 這樣子 眼力 那在這裡附帶一題 我們剛才有練習過 你看有沒有這裡X等於X 所以怎麼樣 你乾脆把它移過去 所以你可以得到7Y加3會等於8 8Y-8 所以Y-11 這樣就可以糾結了 就是帶入消去嘛 這是一種帶入加缺精神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裡有這個 某兩個 你有某一個未知數 它是直接 存在在等次的 單獨存在在等次的一頭 連續兩次 那這樣子的問題就很容易化成是這個 一元一次的 這就是為什麼這種題目 它在一元一次有可能會出 就是說 學生人數你可以用 帳篷數7倍加3來表示 也可以用 帳篷數 這個 減1乘以8來表示 所以它可能會覺得說 說不定你有辦法直接寫出 一元一次的四字 好猛快的來解一下 上次留下來的作業的另外這幾題 我們挑幾題來算 所以你剛才如果 你有如果有留意的話 寫題目的時候如果留意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題其實不用解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等於5 它又要等於7 所以這個5解 如果你去解你會發現你解出來是5解 可以嗎 你用代物消去法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5 那這個東西是7 一過來就5等於7 不可能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 上一集有介紹到代物消去法的時候 不見得只能夠帶 X等於多少 你也可以帶2X等於多少 你也可以帶一整個多項4等於5 把5帶過來 這樣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帶 你可以把這個帶過去 對不對 如果你有 這裡有什麼什麼等於5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頭帶過去 同樣的道理 這個 17X-12是Y加3 17X-12又是2Y-1 所以其實怎麼樣 Y加3是2Y-1 所以其實Y是4 可以嗎 這樣子就可以去解 就是不用在那裡挖 又移項又整理 這樣去算 因為這個17X跟這個17X一樣 所以他 一過來就可以算 好那我們 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一樣我們會放在網路上 大家這個 有空的話可以去有熊老師的粉絲頁看看 不過其實我個人的話 我比較希望大家 看影片 因為 我們錄這個主要是為了教學 不是我個人要出名 所以 所以 看影片比較重要 然後把把影片分享給你認為有需要的人 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有機會 帶我來 可以這樣